美国加速围剿中国留学生 阿斯麦的人才库也逃不掉 这是要把中国科技之路彻底堵死吗? 中国汽车人人喊打 中国学生也人人喊打 近日为打压中国高科技的发展 美国又甩出一记损招 盯上了光刻机巨头阿斯麦的人才库 荷兰爱因霍温理工大学 警告他们减少收中国留学生 并要求对他们的课题研究 就业等施加限制 近两年 美国对盟友国施加压力 要求收紧对华半导体管制 而阿斯麦作为光刻机巨头 一举一动都受到美国的密切关注 日前 在美国的干预下 阿斯麦暂停了对华申子外线光刻机出口 然而 美国仍不满足 盯上了跟阿斯麦有密切合作的高效 试图从源头切断中国留学生学习光刻机技术 为什么美国在芯片领域 对华封杀到底 按照美国的说法 中国会把芯片应用在军事上 危害全球的人权发展 但归根结底 美国最担心的 还是芯片被应用在军备上 威胁到美国军事霸主地位 前不久 有传言称南海爆发了电子战 中美很可能交手了 该事件未得到证实 但也说明一个问题 新时代武器离不开军备芯片 两军交战 一方拥有更小 更先进的芯片 越具有优势 就算不是用于军队 掌握高科技芯片 对民生科技发展也至关重要 然而 中美博弈开始后 美国加速封锁中国 对科技产业处处防备 前不久 美副国务卿坎贝尔直接摊牌 指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只能学文科 至于理科 那是给印度准备的 一个成立不到三百年的国家 有何文化底蕴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就是一手远程养殖技术 但他们不会把内核传授 给文科留学生 只会诱导他们追逐 所谓的普世价值观 挑起对自己民族的怨恨 和反思 美国恶毒心思昭然若揭 显然 他们不仅要赌上中国人 学习先进科技的大门 还要挑拨内部矛盾 此外 西方不准中国学习先进技术 对中国的先进产品 更是避之不及 日前 德国宣布要在2029年前 将关于中兴 华为等中企的5G技术 和零部件全部移除 海美七名曰为防止机密泄露 尽早去风险化 可笑的是 在德国轰轰烈烈 驱除5G技术时 中国搭建了国际首个6G外场实验网 实现了通信领域6G技术的快速推进 在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化时 欧美却开始闭关锁国 甚至为了跟中国脱钩 主动放弃了先进的科技产品 至于5G安全风险 不过是美国打压中国的手段 迄今为止 没有一个国家证明 终极设备存在隐患 相反 那些跟随美国的国家 受到了华盛顿棱金门监听 一直以来 美国用一种零和博弈思维 将中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在他们眼里 中美两国只能留下一个 因此 从各方面对华为独 试图将中国逼退回任人欺压的年代 只能依靠美国而活 只能说 不要对美国心存幻想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中国人的尊严 离不开自身强大的实力